唐司的合同里是有条件的,北京时间9日23日,据沃山报道,全明星中锋卡尔安东尼唐司已经和森林郎队达成了一份五年总价1.9亿美元的定薪合同,但是要真正得到这份1.9亿美元的合同,必须有一个前期,唐司和森林郎队达成了一份五年总价1.9亿美元的定薪合同。 森林郎拿成的这份定薪合同,包括唐司的薪水,可以达到森林郎工资冒的30%,前提是他在未来两年内入选一次最佳智荣,或者成为常规赛MVP,或者成为最佳防守球员。 如果唐司未能拿到以上三个荣誉的其中任何一个,那么他的许约合同就和德文复刻在今夏与太阳许约的一样。 体系为工资冒的25%,五年合同年薪分别是2725万美元,2943万美元,3161万美元,3379万美元和3597万美元。 总价值五年1.58亿美元。